新闻来源 亮子卫 陈秀雄高徒 中科大少年班02级校友孙松 官宣加入这大数学高等研究院 根据浙江大学官方消息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数学系郑教授孙松 现已全职加入这大 担任杜建英讲习教授 孙松长期深耕 微分几何 负几何和几何分析领域 27岁 孙松就与导师一起破解了 困扰数学界近40年的难题 后获国际几何学领域最高荣誉之一 为布伦几何学奖 同时获奖的还有菲尔兹奖得主 Simon Donaldson 他还曾获有着诺奖风向标之称的 斯隆研究奖 科学突破奖 数学新视野奖等 受邀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 做了45分钟的报告 加入支达数学高等研究院后 出生于1987年的他 就是该院第五位永久成员 也是最年轻的一位 而其他四位成员 也都是赫赫有名的顶尖数学家 分别是创始院长 中科院院士丽剑书 中科院院士阮永斌 中科院院士孙斌勇 北大数学黄金一代 前耶鲁大学数学系教授刘一峰 为卡拉比猜想画上句点 孙松的主要研究成果之一 就是在2014年 与导师陈秀雄 和1986年费尔兹奖得主 Simon Donaldson一起 证明了第一陈省申 类为证实的卡拉比猜想 此时孙松只有27岁 距离邱成同 给出前一半卡拉比猜想的证明 已经过去了近40年 1954年 国际数学大会在阿姆斯特丹举行 卡拉比在会议的邀请报告中用一页纸 写下了他的著名猜想 令M为紧致的卡勒 Taller流行 那么对其第一陈类中的任何一个 一、一、形式二都存在唯一的一个卡勒 爱因斯坦度量 其VT形式恰好是二 用物理语言来描述 就是在封闭的空间 有无可能存在 没有物质分布的引力场 1976年 邱成同利用卡勒几何中的 曲率的概念 成功证明了第一陈类为父 或零食的卡拉比猜想 值得一提的是 当年的邱成同也是27岁 而针对第一陈类为证的情况 邱成同提出了一个证明思路 即将空间的卡勒 爱因斯坦度量的存在性问题 转化为代数几何的稳定性问题 被学界称为邱成同猜想 但邱成同本人 也未能给出具体的证明过程 最终 通过不断构造逼近的方式 三人给出了这一猜想的最终证明 三篇系列 论文发表在国际数学顶刊 美国数学会杂志上 省岛人评价道 证明是突破性的 他不仅解决了一个基本性的问题 同时还发展了许多新颖有力的工具 以揭示卡勒几何 代数几何 和片微分方程之间的深刻联系 至此 历经师徒三代人 陈秀雄是卡拉比教授的关门弟子 和历代数学家们60年的努力 卡拉比猜想 终于画上了完美的句点 2014年当年 孙松获得了 有诺奖风向标之称的斯隆研究奖 获奖原因正是卡勒几何方面的工作 斯隆研究奖 旨在支持和奖励处于职业早期阶段的杰出学者 目前为止 斯隆研究奖获得者中已诞生50余位诺奖得主 2018年 一位邱成童猜想的证明 32岁的孙松与导师陈秀雄 还有Simon Donaldson一起获得维布伦奖 值得注意的是 Simon是1986年的菲尔兹奖得主 彼时已年进花甲 该奖项由美国数学会颁发 面向的对象是在几何或拓扑学领域取得重大成果的学者 1981年 邱成童也获得了这一奖项 同年 孙松受邀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45分钟报告 而后 科学突破奖评审委员会授予孙松2021年数学新事业奖 以表彰他在负几何领域的一系列开创性贡献 科学突破奖被誉为科学界的奥斯卡 旨在表彰全世界最顶尖的科学家 其中每年颁奖不超过三人的数学新事业奖 专门面向年轻科研人员 以表彰他们在各自领域的优异成就 这大树高院最年轻的永久成员 回顾孙松的数学生涯 他常说没有捷径可走 兴趣是求索的前提 据他在这大官微上的字数 我觉得需要有发自内心的渴望去理解数学 研究需要专注 更需要坚持走自己的路 研究自己觉得有意思的问题 兴趣驱动下 孙松数学生涯可谓一路高开高早 2000年 孙松以中考全线第一的成绩 考入安徽省淮宁中学 高二参加全国高中学生化学竞赛 获二等奖 同年参加高考 被中科大少年班录取 孙松由此也成为了淮宁县 考进科大少年班的第一人 2006年 孙松拿到全额奖学金 前往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数学系学习 并在四年后获博士学位 正是在读博期间 是从知名几何学专家陈秀雄 陈秀雄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终身教授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实习分校教授 此外 他还是中科大几何与物理研究中心创始主任 吴文俊奖籍教授 上海科技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创始所长 特聘教授 除为不伦奖 他还是2019年西蒙斯学者奖获得者 是继陶哲轩和姚洪泽后 第三位获得西蒙斯学者奖的华人数学家 碰巧的是 陈秀雄教授 是中科大1982级校友 师徒两人入校时间正好相隔20年 毕业后 孙松曾任纽约州立大学实习分校助理教授 2018年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副教授 数学系正教授 这次加盟这大数高院 孙松将成为这大数高院第五位永久成员 且1987年出生的他 也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 据浙江大学官方微信公众号消息 孙松具体职位是杜建英讲习教授 他本人表示 加盟这大后 我将做好自己的学术研究 指导有志于从事数学的学生 并尽我所能将自己的专业传承给更年轻的一代 这大数高院于2017年成立 中科院院士立建书是该研究院的创始院长 2019年 密歇根大学讲习教授阮永斌加盟 阮永斌教授长期致力于 新几何数学物理等领域的研究 2021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一年后 当时最年轻的中科院院士孙斌勇 也入职树高院并继续在理群表示论等领域深耕 同样间隔一年 北大数学黄金一代刘一峰加盟 之前他在耶鲁大学人郑教授 加入树高院后 又在数学四大顶刊发表论文三篇 地付近 放费 橙